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机刚飞翔时间 这是我们1631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魔方推出的Dark Knight 黑骑士致敬到了镜像天火 规避版权的关系 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那相较于白色的取名叫medio来说 这一款的名字取名就比较没有创意了 然后那一款白色的medio 我把它收在我的仓库的某个紫箱堆里头 我的手腕最近由于使用滑鼠太多了 非常的疼痛 所以我就不把它翻出来了 单纯给各位讲这一款 那顺便也给大家就介绍一下 它的一个从飞机到人形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上期好像我是忘了给它介绍 说它这个上面的顶盖可以打开 还是说前方的这个部分 我忘了说它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前面这里的话 可能这里要稍微扭开错位一下 会比较方便我们把它给翻出来 那翻出来之后里头也是有一些 驾驶舱的刻画的 那枪可以挂在下面 底部 轮胎的部分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比较紧 推个几次之后的话滚动性就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上一次的medio滚动性似乎是更加的OK 底盘的话收纳还算可以吧 翅膀在人形状态下收的比较潦草 那机型状态下也是感觉这一带就是没有像这里这么样的一个光滑 一些波纹什么的刮痕比较多 那这都是小小问题一点都不严重 玩具的一体性非常好卡扣全部到位之后完全没有任何散架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 首先的话呢把后面的这个部分给打开 腿的变形呢直接如果你要暴力一点的话稍微搓一下直接的把腿给拉出来就行了 拉出来之后呢你只要记得把这个起落架给收进去 然后呢盖回去啊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锁口在这里 捏回去就可以了盖板一样盖回去 然后呢斜肩翻出来就OK了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整个拿出来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起落架放进去 这里盖回去这里对准一下把它给扣回去 这里都扣回去 然后呢脚掌翻出来就行了 腿部的这个还原就算OK了 然后身体的部分呢先把这一带给推开整个给推上去 手臂呢跟飞机的头这一带把它给松开 松开之后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身体的侧边这里这块部件翻转一个角度之后整个的再往外翻出来 翻出来的时候呢记得往外多翻一个角度多翻一个角度 然后呢这个部件确定往后推的情况下整个的把这个部件给翻出来 再把它给回复回去啊 往外多推一个角度呢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把里头那块部件呢给翻出来啊 它的目的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你这样子要扣扣不出来你只能往外多推一个角度然后后面这个地方拉着它 然后呢把它给推出来好整个先给推上来 来那这个身体的部分呢我们暂时先不处理啊 我们先把它的一个啊飞机的这个底底架这个部分整个的给收起来整个的往内折叠折叠折叠 这个飞机的头这个地方再折一下你可以看打开看一下这个部分直接整个推进去到这里 然后呢穿过身体的前方推到后面去推到后面去的时候呢这个飞机的这个头就会从后面突出来 那前方的话呢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凸跟黑色的凹的组合把它给捏进去 再把身体给拼过来然后上方这几个啊类似于补补这个补定量的东西呢一口气把它给整个给压下来 然后手臂的话呢把这个拳头给翻出来这个没有什么难度了 但它这个拳头啊翻的时候呢是比较紧一点的比较紧一点 有时候呢如果说真的不好翻了就各位就用一下道具吧 OK道具这个东西啊我知道有人要说不管什么年纪都可以用对不对或者是说年纪大的人用的比较多 这个是必然的嘛因为小朋友不懂用道具嘛年纪大经验多当然道具就用的多了 好了啊像是螺丝起子啊对不对十字稿啊这种东西年轻人怎么会用呢 好最后的这个背包的部分啊可以先把这个给捏进来 然后呢整个的这样子翻转上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部分给破解掉 这里拉出来之后把这个部分先折进来 再把这个地方给折过来 折过来之后它这里有一个缺口 刚好跟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做一个结合 这里拉出来一点这一片先这里解开 这一片再进来这一片翻出去 整个的往内翻进来扣上 再把它给扣回去这个地方扣上来 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部分转一个角度转到上面来 它的这个缺口转到朝上 转到朝上的目的呢 转到朝上 这个 好 朝上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凸等一下扣进这个缺口里头去 那你稍微对一下尽量能对就对 然后把它用力往内推进去啊 好 整个的这个没有推进去这一块 好这样子把它给滑进来 滑进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紫色的缺口就会跟这个 黑色的 凸呢做一个刚刚好的一个组合 那背后一个凸跟那的结果把它给压上去 好 那我们这一款黑骑士 它的变形过程呢 就算大功 告成了啊 这个有点摇头晃脑 我们把它的一个稍微整理一下它的一个样子啊 这个机器人呢 有时候就这样子啊 Pose啊 站姿啊 这种东西啊 这种东西啊就是练习一下 把它站好 它就好看 那这个 对不对 刚刚呆头呆脑 现在是不是感觉 就活灵活现的很多 武器可以给它扣上 那由于它有多了一处这个关节 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做出一个 像是巡逻的一个士兵举枪的样子 当然这个也是高度致敬到马克罗斯里头的那个 马克罗斯里变成人形之后那个拿枪 巡逻的一个样子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呢 我们这一期 打光其实不太一样 我在这个地方多了一处的光 你可以看我的手旁边是不是一层光 这里是不是一层光 对 我说这里多补一道光 那对于玩具的一个跟背景的一个切割的话呢 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习惯这个背包是不是稍微有点重啊 好 站稳了 OK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面雕 这次处理也是蛮好的 我喜欢人脸的一个冰性紧张 头的咳洞很好 手的咳洞的话也给各位看过了 390度的转动什么的 包括由于多了一处的关节的关系 所以它的一个咳洞会比 你想的要稍微再好一点 腰身能够转动 裙甲 脚前后左右踢 接地什么都有 本身还是一个比较非常适合把玩的玩具 那也不用担心什么损坏的一个情况 不太容易啊 没有什么细小零件 零件的话也很一个坚固 那变形也很简单 非常的流畅 机器人的状态下 顶多就是说这个两边 这两边收的比较潦草 一个比较破碎的一个板状物 其他的话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偷胶偷在墙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录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其实我已经录了第四次了 前面两次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麦克风都出了问题 都没有收音 所以这个玩具来回 变了好多次呢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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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